小朋友吃洋芋片 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了 包括蛋卷 苏打与夹心饼干 都是民众解馋最爱 代销机会来到北区晾饭店 官方网站跟网路商店等地 购买了25件样品进行抽查 发现有三件还有起司成分的饼干 那含量超高 那含量过高 其实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尤其是第一个 你不知不觉把零食当主食的 这样的一种 食的这种倾向 饮食习惯 那其实会不断地增加 连接到人体面 抽查也发现 有一款手工米蛋卷的外包装标示 那含量换算为每百公克84毫克 但实测时却发现 那含量高达到230毫克 明显标示不符 另外在25件样本当中 有18件已达到国件署 每日饮食指南手册热量需求的高油 14件则为高糖 但是因为零食的话 实际上吃的最多的并不是成年人 而是小朋友 而是小朋友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的话 就是说 假如说按照国际间其他国家 有些对一些 幼年的这些儿童的话 譬如说13岁以上 未成年大概就变成是1800 那假如说是1到3岁的话 这个是1200 要吃的健康 专家提醒 消费者不能将零食当成正餐 最好购买小包装或原味为主 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跟添加物 要是分量没有控制 除了体重增加 之后三高等等疾病 也会慢慢的找上门 严重危害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